你不要講風涼話 要賭就賭大的 如果我沒有被羈押 你要不要吞曲棍球 我們要賭大的 進化成弊案 柯文哲遭到約談之前 曾和死對頭立委王事件對賭 吞曲棍球PK高空彈跳 但柯文哲羈押生死門賭局 早讓賭客們手養難耐 地下賭盤也開盤 時日開玩笑 大聊總統大選的賭盤 柯文哲這回壓或不壓 成了地下賭客下注標的 從上個月三十號 柯文哲首次遭到搜索生壓 傳出賭頭門開盤 賭壓的賠率是零點三 也就是下注一千 柯文哲若是被羈押 可拿回一千三 反之柯文哲免壓的賠率 高達一點零 也就是下注一千 押中柯文哲無保走出地院 能拿回兩千 顯見組頭認為 柯文哲羈押機率高 傳出賭客們下重注 賭柯文哲被羈押 誰知道週一凌晨大爆冷門 柯文哲沒被羈押無保賜回 賭客們輸了一屁股 而組頭則大賺一筆 傳出太少人看好不押柯文哲 組頭門還破天荒不收水錢 也就是手續費來吸引賭客 結果柯檢首戰跌破大家眼鏡 二波積壓亭賠率也叫正回歸 但下注情況已不如第一次踴躍 上一屆總統選舉 選舉賭盤也暗潮汹湧 更有賭客豪灑超過一億 賭客文哲勝選 最後身家全輸光只能跑路 警方也嚴密監控非法賭盤 但賭客們也另類的 見證白色力量的潮起潮落